偷撿我媽媽的頭髮 她在睡覺 然後我就去剪她頭髮 我媽的 然後我陪我媽那樣三千塊 你有沒有想要跟爸媽告解 為什麼沒有 你們當年也是一樣的 以後還會隱瞞嗎 會的 一起相學吧 暑假要幹嘛 我們今天要訪問的主題呢 就是 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到目前為止 你們爸媽還不知道的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爸媽告解的 我們機會 就現在 那我們就Go Go 你們有沒有隱瞞爸媽 到現在爸媽都還不知道的事情 我跟我媽是我去我同學家 那我現在心有病 哦 就是現在 我是跟我爸媽說 我在台中同學家玩 結果跑來台北 那爸媽不會就是隨時打架來問說 欸你們現在在哪裡啊 玩得怎麼樣 會然後就 下班啊 你有沒有想要跟爸媽告解 完全沒有 我出門 我出門有一直噴酒精 因為我媽一直叮嚀我 我一定要噴酒精 所以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不讓你噴 因為你有帶酒精出來噴 我沒有開發出一房子 就是我有買過一雙 巴黎四家的鞋子 我巴黎兩萬四千 然後 然後我陪我媽那樣三千塊 那是我國中買的 我國中 國中 那是我國買的 那錢是哪來的 就不吃午餐啊 存一些錢去買鞋子 但是現在巴黎四家咧 還在嗎 還在還在 都在家 但蠻後悔的 就是 為什麼 巴黎四家的鞋子 沒有很好吃 我買 我買挖套不好 應該買老爹的 因為他是後悔他說做這件事 沒有 他是後悔到買的款式 太貴了 我有一次去穿他 他喝泰 我喝泰 一個往右就跌倒 就把電視弄破 到現在我爸媽都還不知道 然後他要賠兩萬 賠完了嗎 他根本 快快賠完了 是我另外一個朋友付錢 那你有因為尿 所以現在在存錢嗎 有啊有 可是爸媽就想說 你那兩萬塊錢都買了 欸 只想賣去了 喔 錢到同學錢包 對對對 隱瞞到現在爸媽都還不知道的事情 剛才存完在一起 嗯 我 交過幾任 交過四任 交過四任嗎 所以他四任都不知道 都沒看過 只有一任知道 那你是怎麼讓他知道 對啊 因為我失戀了 每天都在哭 喔 每天都被發現了 對 為什麼會打算要 欸 把爸媽這件事 因為他問很多 然後還要看照片 問他的身家背景 哈哈哈哈 身家調查 媽媽這頭髮都不知道 對 所以你們講話不會說 喔 愛你喔 什麼什麼 對 就講很小聲 很小聲 對 不然就是關在訪問這樣 所以要出去玩咧 我都會說跟我同一個朋友 然後我們都會串房間 你有差點串房的嗎 有 我爸媽在路上 遇到我那個朋友 然後他說 你不是跟我在一起嗎 怎麼會在路上遇到他 哈哈哈哈 然後我爸媽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就說 喔 沒有 我剛剛去射手而已 他在樓下 等著 而且你爸媽沒有說 喔 好好 在那邊等我女兒一下 那你有什麼想要跟爸媽告解 如果他看到這影片的話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加了這麼多個 對不起 以後還會隱瞞嗎 會的 哈哈哈 交往吧 交往 很抱歉 為什麼要給你男爸媽 因為他們就是 怕我在帶話 而且 對 那他們有懷疑過 你有沒有交往 有 所以這兩位是擋監朋友嗎 喔 對 就說 在跟他們兩個聊天 然後其實在跟 對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 爸媽告解的事情 你們當年也是一樣 啊 啊 哦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們呢 我有今天發生的 今天發生的 就是要瞞著父母來西門町 為什麼要瞞著父母來西門町 他好像什麼西門町很多話 有什麼什麼 批婚大盜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國中也聽過這個 你知道嗎 被他們發現的話 你們有想什麼話對他們說 我都已經高中了 應該讓我自己出來了吧 哦 對 出來讀書其實都在玩 哦 我刺青是用貼的 哦 這個很厲害耶 對啊 可以看一下嗎 你刺了什麼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 我覺得很是友誼 友誼 很不錯很不錯 那如果說今天他們發現 就知道這一切 那你們有什麼話想跟我們說 嗯 我覺得這個 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以後會認真 我以後會認真 等你發現的那一刻 我才會開始認真 我之前亂買包裹 因為我媽不喜歡我買網購 她就看到我有一天 提著一個紙箱回來 她就問我說那是什麼 嗯 然後我說哦 那個是回收 回收 然後我媽就說 哦那你人很好耶 所以她真的相信了 對 她真的相信 然後之後我去夜店回家 然後全身都是酒味 嗯 然後她就問我說 那什麼全身都是那個酒精的味道 我就說哦 在節日那杯消除什麼 那如果她有一天發現這些事情 打算怎麼跟她告解 她應該也不會這樣 應該也不會這樣 被發現就被發現 對啊 我有一天就是半夜跟那種 聽得上認識的人出去 然後我就 我就趕快媽媽起床之前回家 她就一直說她會通靈 她知道我昨天晚上沒有出去 所以我很棒 我聽到她說她會通靈的時候 我就整個傻眼了 我就想說 我昨天有出去 你不會通靈 你是不是已經感應到的是我嗎 哦 他也是我自己在捲煙嘛 然後結果買那個煙草 然後我就放在房間 結果大家發現 然後她就直接把它丟掉了 我回家的時候我就找不到 我就問我媽媽是不是進我房間 然後她就逼問我說那是什麼啊 然後我就說那是 同學送了茶葉 茶葉 媽媽沒有拿去泡茶 真的她沒有真的拿去泡茶 不然 不然事情大條了 你又要跟媽媽告解嗎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可以跟大家說說看 她應該也不會怎樣 等一下我先想問這個同學一個問題 你這邊怎麼了 剛剛那個被拔罐 嘉倫有發現你被拔罐拔成這樣嗎 今天拔的 今天拔的 我還沒回家 我還想刮沙的嗎 有啦 這邊大家看一下這邊 這邊是刮沙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爸媽還不知道的 小時候我對美髮很有興趣 我就偷剪我媽媽的頭髮 偷剪媽媽的頭髮 哇你檔子太大了吧 怎麼剪了怎麼剪了 她在睡覺然後我就去剪她頭髮 結果她就醒來了 然後就看到地板一大粗頭髮 她說我頭髮怎麼在地板上 然後我就說沒有 那壓力太大掉髮了 然後她就以為可能是這樣子把她去睡她的 我就趕快走了 一直到現在她還不知道這件事 真的假的 她真的要相信喔 她沒有發現頭髮一長一短的嗎 沒有沒有 她你剪的技術不錯 她沒有發現 對我沒有 我應該有這種天分 所以你也沒有把她跟媽媽告解說 媽媽其實是之前你掉的那一束頭髮 怎麼剪了這樣 因為她蠻在意頭髮 我不敢跟她講 所以就算了 到現在爸媽都還不知道的秘密 交男朋友 男女朋友應該會做 人人的連結 爸媽真的不能知道 那你是怎麼騙我媽媽 就是直接什麼事情都不提 然後她講電話要 喂 怎麼了 我爸媽 我感覺還沒睡 所以要這樣小小聲講話 想要跟男朋友約會的時候 你們都怎麼做 如果媽媽是 這時候去對方家 跟我們約 我家也要 我家也要 對 然後在他家 我笑了 直接跟男朋友說 爸媽如果發現這件事的時候 就直接吃飯啊 我以前也是交男朋友 然後也不敢跟我爸媽講 他們一定會說 我什麼都被影響 我學壞都是男朋友的錯 我發生什麼事 絕對都是男友的錯 所以我就不敢說出來 那你們有沒有一度懷疑過 他們有沒有覺得 你們可能有 但只是沒拆穿你而已 有 我偷騎車 偷抽煙 還是你邊騎邊抽 幾歲的時候 沒有 就高二的時候 那爸媽不會聞到 你身上的煙味 有啊 我就說那是二手煙 後來改錯電子煙 被發現之後 就說那個是 香菁 菁癢 香菁 教女朋友 不敢讓她知道 你是怕你女朋友 換太快被家人煙 女朋友換女朋友速度 一定是超快的 晚上不會什麼講電話 或是視訊之類 所以我們就說 我在打遊戲啦 語音啊 然後我看語音 然後被逼 要想你喔 現在高中生嘛 就要約喝酒這樣 就是要去 但你不敢直接講 就跟他說我去打籃球 打籃球 然後回家 我沒有 我剛剛主因噴太多 喝酒就不回家是嗎 回家就趕快去洗澡 就說我汗很多 趕快去洗澡 那你們有打電什麼時候 要跟父母告結嗎 有啊 可能結婚之後 再跟他講 太久了吧 太晚了大哥 你有沒有 膽子氣概的胸膛 爸媽年輕的時候 應該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應該都有吧 應該都知道 他們都懂啊 只是不講而已 今天的街坊 其實大家騙父母的事情 其實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交男女朋友啊 那些的 偏荒謬 偏荒謬 那個藉口真的是 大家都很有技術 那大家還有什麼 很瞎的理由 也可以告訴我們 讓我聽聽你們的臉有多厲害 大家也不要忘記 多多訂閱 分享 按讚 按全個小鈴鐺 謝謝 多多留言 下次見 拜拜 我以前也是偷偷去喝酒 我就很喜歡偷偷做一些事情 然後那時候 我就很暈 然後我回家 結果走路是這樣 真的要倒要倒 然後我媽在客廳 我媽就問我 你有喝酒 我就說 沒有啊 怎麼了 我頭就是有點暈而已